整体提升 我们的时空能量在向我们更高的维度在回归 这种回归呢 实际是在我们人 人类 从有史以来到今天 不断的一个整体提升的过程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整体的衰落呢 其实不是 在我们人类整体过程之中 我们经历了起伏 经历了我们的觉悟和欲望之间的冲突 那实际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空 正好处在三维认知能量系统向高维转化的 这么一个转化阶段 2012年的时候这个转化刚刚开始 大家觉不出来 13年这个邪律在上升 14年15年16年17年 现在我们这个时空的邪律迅速提升 如果我们有真的在近两年接触心灵 接触这些话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周边人的进步的速度 对事物的这种看法的改变的速度之快 是难以想象的 包括我们面临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 包括自然 包括世界格局的这种发展的速度 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上升的速度跟下降的速度一样 也就是三维空间 一切呈现已经启动了坏空程序 承住坏空 坏空是开始下泡了 我们在三维空间的一切存在 如果以三维认知来评价的话 它是在下降了 所以你们看到的灾难 看到很多东西 在佛教馆这叫末法 在这个阶段里面 同时还有一个高维意识在扬升 也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沉船 还有一个法船 太空船 这个时候呈现的东西叫道结病降 所有的劫难出现 只有一个意义 让我们迅速地从对三维空间存在的 执着状态中脱颖而出 赶紧跳出来 我们说在三维空间里面 你把你自己在这个沉船上绑得更紧一点 你多站几个位置 一点用都没有 那只能让你更难跳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意识要进入更高的维度 更高的境界 而随着我们人类意识集体提升 我们投影出的世界 变得更自在了 更自由了 更喜悦了 而且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 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非常本质性的变化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实际是一个有形空间和一个无形空间的临界态 虚拟世界越来越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现代人的意识中了 越来越接近于我们宇宙空间能量关系的本质了 它越来越告诉我们一切存在 我们的存在和造的那个像的存在 越来越没有区别 越来越拨掉我们对这个空间认知的执着了 所以当我们能够从对这个空间认知的执着中跳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每一个在座的人 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在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 我们事业未来可持续生存 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的要素是什么 你没有在这个趋势里边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事业 可能你会随着这个趋势的没落而没落 当你选对的时候 你可以随着这个趋势的扬升而起飞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做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 对一个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来讲 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 你才能真正的让你的事业在未来持续存在 这是我们对于现代企业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本质的挑战 包括我们做公益 昨天我是在有成基金会 给一些公益领袖们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在谈利他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利什么他 利他的什么 你是满足他的欲望 你是让他在三维空间活得舒服一点 你是跟他说你最好睡着了 睡着了那些事你就看不见了 你这也是一种利他 你是满足人的欲望去利他 还是调动人的慧命 唤醒人的智慧 让他自己从他自己内在 找到真正提升的动力和力量 这两种利他 但是两种利他的效果截然相反 所以企业家在选择事业的也是 我说我们做这个事业是为这个世界 创造美好 OK 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真正的美好是更多的钢筋水泥 更多的土地污染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还是更多的回归自然 还是更多的人和自然的合一 还是更多的发自内在的这种美好 那种宁静 所以同样在创造的事业 我们事业发展趋势 但人类的整体趋势在这 如果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之前 我们在物质世界里 所有努力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如果你的心术 不是那种极度利己状态的话 你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那是因为整个趋势是这样的 那现在如果在三维的趋势是这样的话 你在三维的努力 可能你努力很多以后 你获得的结果 不是你所想象的 但是如果你 你的努力的趋势是这样 是跟这个趋势相关的时候 你只要在趋势中就启程 谁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了解趋势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创造这个事业 在人类的趋势 未来会不自觉的 突然变成了人类共同觉悟的 一个毒瘤的话 那你未来就是要被切割的 你今天能不能看到这一步 当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购买力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 这种盲目的消费 是迅速地把资源变成垃圾 如果能想到这一步的话 那这个趋势走到一定程度 一定走不下去了 因为人类会觉悟 人类会知道 一定要把人类的资源 用到最有效的状态 就像一个杯子 如果它是精品 我这一辈子用 我用起来拿起来 感觉都好 它是个精品 它是个宝贝 我会在意它 如果它是一个一般的产品 是个大批量生产的廉价产品的话 我用两下以后 别人就会刺激消费了 就说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看 更漂亮的杯子 那你这个东西 你没用坏 你也愿意扔掉 换一个更好的 那但是我们在刺激消费过程中 不断地在这里面 去创造这种所谓的 刺激消费的模式的话 那实际上造成的是什么 资源浪费 因为一个精品所消耗的材料 和一个粗制滥造的次品 所消耗的材料一模一样 我们滥用资源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现在讲工匠精神 为什么讲匠心匠魂 为什么要把意识注入我们的产品 因为那些东西是跟高维连接的 那些东西是能让人 在使用过程中产生领悟 产生觉察 产生内在喜悦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企业 未来发展方向 文化如何圆满地融入我们的产品 融入我们的服务 而这种文化的底蕴 是以文明的境界决定的 文化的文是什么意思 文就是能量波 产生干涉的时候 形成的能量纠缠 量子纠缠 形成干涉条文的那个文 那叫文 文的呈现 也就是内在认知的呈现 叫画 所以文化是内在认知的现实呈现 文明是什么 是这个文所在的境界 这个文是在一维 还是二维 还是五维 还是六维 在某一个境界 它产生于哪 这是文明 所以文明境界 文明是指着境界的提升 所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是什么 明德是道 明明德就是不断地破除无明 让它不断地进入更高的境界 这叫明明德 为什么说这叫明德 因为道德经理跟我讲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人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理 什么意思 道是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道的恩减义为就是德 所以师道而后德 离开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 就进入德的境界 那从恩减义为到四为 全是德 所以有德高望重 有厚德载物 所以我们生命的意义又在于 陪德 提升意识能量的维度 所以明明德 就是不断提升德的境界 最后达到明德的境界 所以我们呢 如果把我们的文化 和文明的境界关联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呈现的底蕴重要 我们这个底蕴 出现在我们所有的文字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服务之中 这是趋势 一个企业领袖 你自己的境界在哪 你就能打造出 这个境界的组织和企业 如果自己的境界没到 自己的境界没有进入 这个趋势的话 你不可能打造一个 超越你境界的企业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企业领袖的境界 是对一个企业来讲 唯一重要的 所以说企业文化 是老板的文化 确实如此 那如果我们所认知的是 三维认知 作为一个目标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时空里边 我们面临的就是坏空 就是越来越难做 如果我们现在企业 还没有设定一个 更高维度的目标 或者在这个趋势中 寻找一个未来目标的话 那现在要赶紧调整 要赶紧去把自己 现在做的事业 和人类未来的趋势 把它关联起来 你没有这个关联 没有往那个方向 去引导的这个过程的话 你面临的就是 每天每时每刻 这种纠结的冲突的 限制性的 包括政策也限制你 未来的各种环保 等等等等都在限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的顶层战略 一定是建构在这个维度 和未来趋势上 那么我们讲 不同层次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讲在三维空间的 创新与发展 往往是一个创造一个实相 创造一个现实的存在 那在更高一个维度 实际是下载高维智慧 通过内在找到引领 我在在现场给大家 搭一个迷宫的话 在这个迷宫里走 如果你没有走到 没有撞墙 基本你不知道自己走错了 可是 如果我把这个迷宫画在纸上 我这样去走 我一定在没有走到死胡同 都发现自己走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从三维空间 走一个二维迷宫 我们在现实中 每天每个人 都在走一个三维迷宫 谁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甚至不知道一出门 会遇到谁 可是如果 我能跳到第四维看一眼 那我对未来发生的事情 就有觉知 就有觉察 所以 真正让我们自己 进入自己内在的高维 在自己的生命中 开始启动高维实践 把我们过去 随机性的高维实践 变成一种常态 每天每时每刻的 高维实践 这是我们今天 这样的课程叫问道 问道是什么 问道是高维实践 是从高维实践下载信息 那个道在啥 不是来问老师的道 不是的 因为道在每个人内在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给别人传道 因为道不是这样传的 道是在每个人内在 如果你想从外面得到道 对不起 走错了 方向性凑 因为道一定是在你内在 只有从你内在问到的 那个道 悟出来的那个道 才是真正能够引领你生命的 外面没有人能引领你的生命 外面都是你已经悟到的部分的一个助缘 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东西 你能听懂的部分 其实不是谁给你的 你就有 我们共振了 你只是在这个语境 这个场景里得到了一次印证 你更相信 我悟出的这个东西 就是往道的方向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从问道这个概念 一定是回归内在 一定是从内在获得智慧 这个智慧才是跟你真正关联的 所以说 在不同层次上 真正的领悟 真正的创新 只有回归内在 它才有意义 我们都读过心经 心经一上来 就讲的是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 般若弥多时 有多种多样的解法 那用科学来给他做一个解释 很简单 叫内观自性的临在 内观自性的临在 为什么呢 因为自性指的是 恩为宇宙空间 恩趋于无穷大 而为什么要内观呢 是因为高维全在内在 不在外面 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一切 都是三维投影的像 你想找投影员 在外面找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像的话 那投影员只在内在 所以投影员高维在内在 所以叫内观自性 那是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 临在是指当下 是当下的存在 临在 内观自性跟当下的这种关联 这叫观自在 行深 般若般若密多 什么意思 不断往内在的深度 不断地往深去观 这就是在不断地 从低维进入高维 所以从低维向高维是观 从外往内叫观 行深般若般若 般若什么意思 三维空间 我们指的是知识 到四维就是智慧 五维是大智慧 六维是大大智慧 七维是大大大智慧 到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翻译不过来了 叫般若 所以般若是恩为宇宙空间 恩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是这个宇宙的极致的智慧 是包括一切存在的智慧 所以行深般若 般若密 叫达比安 什么叫达比安 我们现在此时可见的一切 这叫此案 我们看不见波 但是进入四维 只剩能量波了 五维六维 就像大海无边无近的波一样 这叫波罗密 它密在哪呢 它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到什么时候呢 到最高境界 那个彼岸没有波 那叫涅槃极境 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没有一个波呈现的境界 不是没有 是因为它是所有的源头 它包括了所有存在 所以在那个地方叫彼岸 两头都没波 中间全是波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到那个境界是极致 智慧真正通达的境界 那叫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叫与神同在的境界 所以它达到彼岸的时候 然后干嘛 照见五蕴皆空 从低维往上叫观 从高维往下叫照 这就是投影 一切都是从那投影出来的 都是照出来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事业 我们在现实空间里面的一切 如果是以这个内观 和绝照的境界 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那个照就可以创造 我们的观是可以觉察 观是觉察 我们内在认知的障碍 照是把那个一切障碍 全部给它照破 所以从这个观照的概念里边 就知道在不同层次的创新和发展 它的底蕴 是我们的高维世界 是心法 所以说创新心法 比创新的方法要重要的多 很多人注重于到外面 去学创新的方法 我可以跟大家坦率地讲 当你学会创新心法的时候 方法全是你自己创造的 而且只有你自己创造的方法 才好用 你从外面学到的方法 不好用 因为外面学到的方法 已经不是创造了 是前人创造的 它根本体现不了你的生命价值 而当你要真正地去体现 真正自己的生命价值 自己生命所在的境界的时候 必须用你自己内在产生的方法 才好用 而这种由你的觉知而产生的方法 只要你去用 只要你执心地投放到现实 一举两得 为什么一举两得 你内在绝招的方法 做事做成了 帮助你验证你本自具足 因为生命的过程 在持续验证本自具足 因为我们刚才说 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 那我就问了 你相信你本自具足吗 很多人说相信 我再问一遍 你真的相信你本自具足吗 想一想 相信 我再问一遍就不敢说了 因为什么在现实中 它没验证过本自具足 当然在座的各位 大家验证过 或者不同程度是验证过 是从你内在是有力量创化的 你验证过 所以应该在座的各位 你们比一般人 更具备创生这种 本自具足的生命呈现的 提供的生命员 提供